这一道大城市呢 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焦灼 想要跑一点点路 从这头到那头 需要几十分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里行的草莉 草莉现在呢 是在福北武汉 今天晚上决定 带大家去寻找一点 本地的特色小吃 这干面 还能想到有些什么 牙脖 还有呢 走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有些什么好吃的 在路过这边呢 我看到了黄鹤楼 打卡了 好吧 本来四十分钟的路程 硬是给我开出了一个多小时 各种迷路 各种乱窜 这边车位也不好找 到处都是线行 这那的 讨厌 我现在是来到了 富布巷的一个小吃 昨天呢 我是去了嘉亨路 今天呢 就来这边 据说这边是 最著名的美食 街之一 哇 这边全是热干面 豆皮 臭豆腐 哇 这三家都在排大队啊 这么好吃吗 据说这家的热干面是比较不错的 先来他一碗 哇塞 这一碗大面 谁能把最大的这一碗吃完 给他一百万 一顿啊 一顿啊 18块钱是这个分量 牛肉挺多的 加点辣椒油 巴唧巴唧 据说本地人都不来这里吃 是这样吗 那本地人去哪里吃 吃的不错呀 三下五除了 走吧 开始下一场 好吧 这一碗 估计干不完 干完了 我等会就别想吃其他的了 但是又不能浪费 怎么办呢 好纠结啊 就是这边的特色之一 给就这样吧 没热干面好吃 美女帮我打包一下吧 这个等会冷了还能吃吗 我们之后 你要是有微博不打包 转一看也不可以 或者我只要把微博不转 不转一看 谢谢 我看不完了 打包留着云烟吃 我要留着肚子去吃其他好吃的 有吧 中级目标 金五鸭脖 这个鸭脖多少钱一根啊 五块钱一根 五块啊 来一根吧 要辣的 金五鸭脖好吃呢 还是周黑鸭好吃呢 看着我眼花缭乱的 然后我的选择困难这又犯了 还要吃些什么 刚刚吃了一根鸭脖 我吃了一个 所以我辣死了 我要来一根香蕉 这个怎么卖的呀 多少钱一根 十五啊 要一个吗 来一根吧 好像是这边的特色 特色吃 特色想吃 看我一下 尝尝如何样吧 呃 这样的 你这个没有标价格吗 这早就15元 你都问得到 又不是我一家卖 打得啥度 放个屁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老板这也有小肚 好好地去珍藏 这里面是米和香蕉是吧 香蕉橙汁菠萝 加的香米烤出来 香蕉橙汁菠萝 加的香米烤出来 味道可以吗 我还以为只是香蕉呢 味道可以吗 嗯 还行吧 哇 这样两下就吃饱了 为什么这个不是弄一个勺子 或者筷子呢 是原生菜的 反腐菠萝 这叉才是原生菜呀 你要原生菜的话 就把这个竹签 最好是用那个 整过来 这这样才原生菜呢 对对 你会把嘴脱了怎么办呀 要慢一点啊 不会慌啊 看他们说做什么办赚钱是吧 嗯 超级的 你也做嘛 我做不到 你一个别搞多少钱 三百万 这么多你要来吓我吧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下头下头 关机 他只是模样搞的 只是模样赚这个钱 家里大哥多呀 我家大哥老多老多了 我还是搞不懂是摸赚那个钱 哈哈哈哈 好吧 再来一杯米酒 本来是十块的 老板给我优费了五元 五松就是喝这个酒过的感 啥 五松就是喝这个酒过的感 五松喝这个酒过的感 哈哈哈哈 好吧 我买这个 然后老板老板说他里面不含酒 他只是一个饮料 那为什么他要叫青梨酒呢 那你为什么叫花的 你为什么叫巧克力的 那别人把你吃掉的呢 哈哈哈哈 什么还有两边的 这个呢是 嗯 喝了 如果等一会我算酒驾了的话 就找老板 太甜了不好喝 不建议买 这老板的香蕉 他十块钱一个 他非要五块钱一个卖给我 算了 看在你这么好的负上 就拿一根吧 哈哈哈哈 我的炸香蕉好了 烤排骨 来了一个猪蹄 一个排骨 57 比我刚刚所有的吃的了 好吧 乔丽现在是吃完了 还剩了一些打包的 没吃完的 你们看我视频 猜猜我一共买了多少样 花费多少钱呢 站在这边呢可以对抗行走的火车 还有黄鹤楼 我现在呢就是边散步 边啃猪蹄 把我所有的食物通通都消灭关 等一会再去煎边上出去封 这是最后的一块食物了 都被我干关了 看法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站在煎边呢可以跳往黄鹤楼 只不过现在有点晚了 灯光少了很多 煎边没那么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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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